稍微聊一聊一个小事 Xplain Xplain最近公布了一条他们最新的开发计划 他这个文章的末了 有一小段文字说我们要涨价了 在未来几个月 把Xplain 12从60美元涨到80美元 这段时间内还是60美元 想买的各位重塑 但是具体哪天台价还没有说 然后现在就有几个问题了 第一是80美元的这个数字 是比现在最贵的游戏还要贵10美元的 现在最贵的游戏是70美元 第二点是Laminar的Austin Xplain这个公司的老大 他最近已经屡次表态 Xplain的今后的开发的核心 是要转向专业市场了 所谓的专业市场 他们针对的是像什么组仓之类的 因为Xplain是有商业授权卖的 比如说你要真是想在商场里搭个位置 办模拟飞行体验中心这种 你是可以买Xplain的商业授权的 微软模拟飞行因为没有商业授权 所以你想做这个事 你是不能用微软模拟飞行的 因为授权上是不允许的 包括他们未来的更新计划里 是倾向于在这方面的一些优化 所以基本上来说就是 以后Xplain就相当于是和P3D类似了 就不管我们这些抽搭游戏的了 当然意思就是你要想买 我也不拦着你 你花钱就行 当然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 模拟飞行这种所谓的游戏 后续的发展完全是看第三方开发者的支持 但是第三方开发者呢 又陷入了一个先有机还是先有弹的问题上 所以这么一搞会有多少第三方开发者 还会棒在Xplain这个平台上 当然如果Xplain他们发展好的话 他们和P3D能一样通过一些商丹 来维持公司的运作 而且应该来说赚的应该也不会少 但是从我们玩家侧来说的话 就是离我们玩家可能就越来越远了 各位关于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好吧已经表达了这个 他要去走商业授权 完全去走商业化的道路的话 也有他的一定的道理 因为现在2020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再包括接下去的2024会发展成什么程度 他们自己其实也是给自己规划将来的道路 他们可能考虑到更多的就是 就跟现在的P3D V6一样的道理 最大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还是因为和2020去做很像对比的话 他们觉得确实是打不过的那种感觉 竞争压力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这方面其实还有一点 我最近也看很多讨论 Xplain其实是被打了个缩手不及 因为各位可以回忆一下 尤其是老飞有 就是在微软模拟 平行2020出来的那头两年 感觉Xplain还是在高准无忧 当时说实话 真的是任何对飞机的这种模拟体验有追求的 肯定都会首选Xplain 结果这就过了一年发现世界变了 刚出来的时候Xplain他们觉得就是说 微软的这套在线地景 咱们就以在线地景来说这个事 可能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想法 因为他们觉得在模拟飞行里面 这个东西是不大可能会实现的 但是过了一年以后 他们发觉这个东西温行的运行的很稳定 那咋办来不及了 还是说飞机质量 因为刚才提到模拟飞行这种 这类游戏和平台 要想放长远去发展的话 是看第三方的表现 也不说什么手段 反正结果就是微软模拟飞行这边的 玩家基数多得一个量级 那还打个屁 对呀 第三方直接说我们来这吧 就不说别的 你现在看市场里的 那个卖夜景灯光的 这就是一个很直接的现象 当然那个玩家各位不要买 千万不要买 然后说到飞机质量来说 在我看来最大的一个分水顶 是Phoenix 30这个出现 PMDD还是比Phoenix出了早一点 虽然早了一个礼拜 但是对于X-Plan来说 他们除了现在的Tolis X-Plan如果能拿得出手 好一点的这种插件机的 无非就是Tolis和FF 刚才说的是X-Plan忽视了地景这个事 当然有一说一 想要做全球在线地景 成本开销是极大的 并不是说你想做就做的 以X-Plan的公司Lamina Research来说 他们可能真没有这个成本 去直接的去搞 这也是一方面 但是即便这么说 Lamina Research的Austin 之前的各种访谈 你也能发现 他们就压根就没往这想 就没想过这些问题 他们不考虑这块的东西 从来就没想过这个事 景观的这个匮乏 小飞机说实话 飞起来没意思 然后也是久而久之 在X-Plan上 你很难发现 比较好的小飞机 关键VFR没东西 看马赛克 我估计之前 所有人都没有想过 可能微软都没有想过 会有这个结果 是因为有这个 好的地景之后 VFR的人突然出现了 在之前就这个群体就不存在 然后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 然后X-Plan 那边估计已经傻掉了 然后外加倒是Phoenix PMDG这些 在微软这边开始 一个陆续出现之后 包括现在又有的 像WorkingTitle的这些 免费的这些更新 X-Plan真的是 按我说就是 除非你还有 说你确定想飞某一款机型 在微软这边没有好的选择的话 那可能才会去选择X-Plan 然后才有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它要台价的这个结果 还真不是画质去另一切 放在长远上来看 完全是看飞机的质量 然后飞机质量又是第三方的事 就是你得感谢Fly-by-wire Fly-by-wire是相当于把第一年给稳住了 微软微营 你别这么说 也别这么说 万一它犯2 现在犯2的时间时期还少 那你看X-Plan就犯2了 那倒是 那确实有点像当时iPhone 对于诺基亚的那个时间节点 很像 对 很像 对 对对 如果这么搞的话 X-Plan要和P3D做直接竞争了 给各位不理解的朋友先说一下 P3D也是在最近已经推出了 是它的V6第六版 之前一直存在的那个个人授权 没了 P3D是百分之百的和我们收打游戏的人说拜拜了 但是P3D它的后台比较硬 它不愁吃单子 它军事单子还是比较多的 剩下就是看现在还在X-Plan上的那些插件开发开发者的这个心态了 当然还得明确一下啊 我个人来说是不希望有一家公司在某一个市场一家独大的 最后的结果肯定是消费者受影响 但现在的这个实际现象是微软娱乐层面的飞行模拟上确实是已经实现了垄断 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比较差的结果 但是只能说一是希望微软的X-Box部门别犯二 然后呢以及是有没有其他的工作室啊 或者说飞行模拟系也能出来来震慑一下 因为这个事你真的让它实际垄断的话 越往后越不好办 我觉得X-Plan这个事我个人就是很失望 刚才说的X-Box那个点 最后还是到这个每一个这个插件开发者 你比如说PMDG转到微软之后 他们就非常在乎这个我X-Box上的适配 他们最近的开发日志也很也有一半的这个部分 在说这个他们要在X-Box上就是跟上这个进度 更新也在也放上去了这些东西什么的 你觉得为什么PMDG这种所谓的老尿牙的公司 它居然会关注X-Box上面的事情 你觉得为什么 这原因很明显 因为他发现有人买 而且不少人在买 咱们往回倒 微软2020其实第一架真正意义上的 就是高质量的飞机是PMDG的DC6 然后当时DC6是以微软牵头直接宣传的X-Box上可以玩了 然后出来的第一天发现玩不了 然后就引出那样的事 就是微软这边 连和X-Box部门辛辛苦苦搞了一年 才把在X-Box上能正常玩这些东西搞定的 这么大档子这个楼子 你像当时PMDG的那种心态 以及软大道那个人 直接掀桌子了 但为什么现在他还是毕恭毕敬的来支持X-Box的那样的事情 那肯定是这帮人花钱还是太多了 商机还是摆在那里 然后就相当于没有人去鞭策微软这个平台去做这些改动了 就说你4.2天天在骚扰微软 说我要这个API我要这个API 微软就不实现 你有什么招 而且他没有对手能来鞭策说你实现这个东西有什么优势 这也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他一加多大之后的这个隐混 每一款模拟飞行他在刚出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他们自己的那个默认机 现在事情世道也变了 微软你要往前翻的话 肯定微软最开始也是想等你第三方来搞 但后来发现微软就发现好像等不起你们这帮第三方 那我自己来 我手上有工作室啊 拉的给我拉的拉起来我给你钱你给我做 然后发现对不对 我跟他都很屌 哎做 哎做啊 你包括英里不是一样啊 哎做平台就是印创 对啊很恐怖真的很恐怖的你想象不到的 在通行领域这块啊他们微软我感觉更多的是要需要那种能做多款机型的而不是专注只做一种一种机型那种 这还有一点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现象你按传统的飞行模拟第三方工作室他都这么干的 对 因为2020之前的是你不做好是没有人买的 嗯 所以你必须专那这代变了 所以才会有卡片性 哎呀哎呀不要了我听到这个名字哎呀呀呀呀呀 但是你像SWS这这种呢他们也不仅局限于某个机型上面你看他他可以说是说他可以拓展的机型但是对吧 不SWS是做了个做了个先先头这也是2020的一个相比Xplane的一个优势是做通航飞机方便 对 你在Xplane怎么搞啊 因为Walktitle的存在游戏本体又有这么不能说多拟针但是功能强大的航电出现了 我都有反正我都有 然后SWS一看行啊那我做一个飞机型之前呢像他的Codex套进去我只需要完善我的外部建模和我的操控手感 对就可以解决了 其他的交给Walktitle就可以了搞定了 以至于他后面可以拓展很多通航机型 然后A2A那个是一个额外的一个事情啊 A2A太神经病了 对对对